时光飞是2022年一转眼来到6月了 也就是说今年又过了将近一半了 那今年是老虎年 这一只老虎呢跳跳跳 跳到我们现在人心惶惶 大家其实都会心惶惶 到底是要出门还是不出门 那到底这些瘟疫它躲在哪里呢 面对看不见的瘟疫 其实每个人心里多少都是忐忑不安的 大家都心惶惶不晓得怎么办 那最近英国又发现Omicron 它又变种了 又变种了又有新的变种 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在面对 这个看不见的瘟疫 看不见的瘟疫到底它躲在哪里呢 戴着口罩勤洗手 到底有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保护呢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把握 好我们说病毒叫Omicron 病毒叫Delta 这些病毒的名称是用美丽的希腊字母来命名的 可是在这个这么美丽的名称之下呢 却蕴藏着传染性的瘟疫 却蕴藏着可能制人死命的瘟疫 美丽的外表 美丽的外表之下 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 这个也许是老天爷要让我们人类去参悟的一个道理吧 九天玄母护道会从今年的5月12号推出九天玄母下半程的系列 那今天我们接力续航再推一集 再推一集大家一起加油上路 为这个沉重的瘟疫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尽一点心力 帮助大家更了解到底这些瘟疫是怎么来的 到底这些瘟疫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人类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当全球沉浸在瘟疫跟各种灾难的时刻 大家真的是有苦难言 有苦难言 那万法教主九天玄女 我们尊称他九天玄母 万法教主九天玄女是治瘟疫的女神 他其实是上古的真仙 那他只要遇到人间有灾结的时候呢 他会 发挥他的大悲大怨 显烦救世 亲身下降 救济万民 这个也就是九天玄母 这一阵子大家一直在说 九天玄女降落降落降落 他显烦救世 救济万民的真实的意义是在这里 九天玄母护道会推出 这个静妙新早 恒音传家的企划 希望为大家带来九天玄母 亲自降落下凡尘的慈悲智慧教导 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聆听上古真仙九天玄母 他如何降下静妙自信的新早家园 那这一些教诲呢都足以成为我们永恒传家的新丹妙药 今天的主题是正气浩然烹心药 正气浩然烹心药 那人都有他的免疫力 那九天玄母娘娘认为 我们如果可以调养我们内在的浩然正气的话 我们是可以具足一种 由内而外的一种很好的免疫力的 这个免疫力要怎么来呢 除了我们要有健康的食物正常的作息 适当的运动以外 最关键的是内在心性的一种定根境 内在心性的一种定根境 我们如果可以不断的注意 我们内在的心性的稳定度 我们的起心动念维持在一个定根境的状态 什么叫做定根境的状态呢 就是临动千江水不动到人心 不动到人心就是无论外在有发生多么大的事情 我们内在都保持着一种风雨中的临近 换句话说就是无论外在多么的刮风下雨 多么的台风多么的下冰雹 我们内在有一个定根境的系统 我们有一个平衡的系统 九天玄母娘娘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维持一种耗然正气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维持在一种耗然正气的状态 在耗然正气的状态之下 我们漂浮自己的内在 随时处在一种定静的状态 也就是风雨中的临近 那我们如果可以让我们的内在 心性处在一种风雨中的临近的状态的时候 尽量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能够形成一个耗然正气的防护网 有助于保护我们不受这些外在的 瘟疫的侵扰 九天玄母娘娘教导我们 瘟疫是怎么来的 瘟疫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如果人想要免于瘟疫的侵扰的时候呢 我们如何从内在培养一股耗然的正气 那用这个耗然的正气 变成我们最好的一个防护体系 变成我们最好的防护体系 所以我们知道瘟疫已经延烧了两年半多了 那人发明 人只要发明了 认为可以抵挡抵挡目前发现的瘟疫的疫苗呢 它就一直不断的在变种 那现在的变种 Omicron 现在又已经 英国又发现它又有新的变种了 那原来的Delta病毒都还在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人类的科学文明 人类的聪明脑袋在发明疫苗的同时呢 它不断的在变种 不断的在跑给人类追 不断的在前面让大家 疲于奔命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为什么会让我们科学家的智力都追不上呢 当我们科学家的智力都追不上 追不上瘟疫变种的速度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这时候九天学母娘娘告诉我们 要靠自己内在的心念 内在的起心动念 内在的心性的调伏 要掌扬出内在的浩然正气 而不是让内在被各种不同的邪分所侵扰 所谓的不同的邪分 各种各种邪分的意思就是 我们常常会有很多不好的起心动念 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贪 撑 吃 慢 疑 这一些不好的起心动念 那这一些不好的起心动念 一起来的时候呢 它都变成我们体内的瘟疫跟邪分 它会变成我们体内的瘟疫跟邪分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正气 浩然 碰心 药 正气 浩然 碰心 药 那浩然正气是来自于孟子 培养浩然正气 由内在来练出 由内在的心性来练出 怎么样防御外面的这一些瘟疫的侵扰的方式 九天玄母娘娘说 末后节来疾病重生 末后节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疾病呢 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现在有越来越多我们人类不了解的疾病 我们有很多人类不了解的疾病 那九天玄母娘娘就告诉我们说 末后节来疾病重生 这是为什么呢 何以故 这是为什么呢 九天玄母娘娘非常慈悲 也非常沉重地告诉我们说 非天不辞 撒下病菌 死乃万法 为心之理 人心不正 则自敢协分 人心问乱 则免疫失调 人心颠倒 则日夜倒颠 阴阳失序 五脏六腑 至强其身 自败其体 好 九天玄母娘娘非常的慈悲 又很严正地告诉我们 在这个末后有很多结杀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类的聪明脑袋 科学家的聪明脑袋 所不能够理解的疾病不断地发生 娘娘说 这个不是老天爷不慈悲 为什么老天爷这么不慈悲 要撒下病菌呢 不是的 他说这个不是老天爷不慈悲 撒下病菌 然后让大家很辛苦的 要跟这些病毒对抗 不是的 他说万法为心 这个历程 老天爷要慈悲地教导我们人类的事 要了解什么叫做万法为心的道理 娘娘说 人心不正的时候 人心问乱的时候 人心颠颠倒倒的时候呢 整个 整个外在的世界 整个瘟疫 之间 我们人类的生活 科技越发达 人类的生活越文明 越进步 我们对于周遭的物种 我们对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 对于旁边的物种 我们的不仁跟残害越多 那当这些不仁残害越多 当我们越发达 越进步 人心越贪婪的时候呢 我们 我们所处的世界 就会有很多 奇奇怪怪怪的疾病 瘟疫 那这些奇奇怪怪 没听过的疾病 瘟疫 不断地出现 那当它不断地出现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医疗器材 药品 疫苗 又不断地 推陈 出新 那我们都知道 每一次这些医疗器材 药品 疫苗 不断地推陈 出新的过程里面呢 每一个 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庞大的利益在后面 在后面蠢蠢欲动 这些利益纠葛 源自于人心的贪婪跟欲望 这些庞大的利益纠葛 跟人心的贪婪欲望有关 所以就永远纠结不清 也就是说 天降瘟疫 人间发明疫苗 好白话来说 意思就是 老天爷降下各种不同的疾病 老天爷降下瘟疫 要让大家好好的体会 是不是人心哪边出了问题 哪里做错了 可是呢 人没有去体会到 老天爷的慈悲降下 这一些瘟疫灾结的原因 那可是人头顶天脚立地 这个是我们过去说 顶天立地 堂堂正正的汉子 顶天立地 堂堂正正的君子 那为什么会说 那为什么会说人心倒颠 人心问乱了呢 当我们头跟脚 整个颠倒过来的时候呢 头在下 脚在上 我们是不是会脑冲血 我们头在下 脚在上 我们就完全失去了 一个人 应有的 人应有的顶天立地 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所以我们就会生病 当人心颠倒 混乱 不正的时候呢 九天学母娘娘告诉我们 那就阴阳失去 五脏六腑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时候人就会有病产生 那有所谓的病呢 病就是我们生理或心理上出了问题 那在生理上 我们可能就会形成肿瘤啦 肿块啦 很多地方堵塞啦 淤塞啦 不通啦 那在心理上呢 心理上很多数 都是因为 内在的心念 内在的心念 起了很大很大的 不平衡 贪心 贪婪 骄傲 愤怒 怨恨 这些 这些内在的心念 起了很多很多的 不平衡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导致于 内在的怨恨 称恨 淤积在体内 那 例如 内在的怨恨 称恨淤积的时候呢 或者是 我们很骄傲 我们就是有一个 一口骄傲的气 提在那边 老高老高 提得很高的 骄傲的气 下不来 下不来 也调伏不了 那这个 一口骄傲的气 提在空中 下不来 也调伏不了 我们可以拿 我们坐云霄飞车 来比喻 我们如果坐云霄飞车 的时候 它不是可以 360度旋转吗 那 假设 我们坐到 云霄飞车 360度旋转的 那种云霄飞车 坐到一半的时候 它忽然故障 故障 它就停在空中 故障停在空中 那刚好 刚好 我们坐的位置 刚好就是属于 360度里面 那个倒掉的 那个位置 好 这个就是刚刚讲说 人心倒点 人头顶天脚立地 那我们如果是 有很多的 不平衡的心念 一口骄傲的气 卡在那边 上不上 下不下的时候 我们就想象 它很像 我们坐360度旋转的 云霄飞车 坐到一半的时候 它忽然 卡住了 故障了 也就是 它就定格停在那边了 我们掉在空中 下不来 刚好就是位在最上面 那个脚在上 头在下的 那个位置的 那 处在那种很 倒掉 很尴尬的情况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要求助 要求救 要求救 云梯车 要求助 修理工人 让云霄 飞车 赶快 恢复正常 所以 这个就是所谓的 生病 在生理上 可能形成很多的 肿瘤 肿快 预设不通 那是主要是跟 内在的心理有关的 因为心理有太多 贪嗔 吃满意 贪嗔 吃爱 欲 会有很多的 骄傲 奉高 我慢 嫉妒的这一些心念 所以它 这一些心念 只要不平衡的时候 就是 刚刚所谓的 云霄飞车 定格在空中 那定格在空中 没有修好 没有修好 刚好你是那个 头下脚上的 那个位置 那我们 这时候就知道说 什么叫做 人心倒颠 那孟子里面 也有说人的苦 像倒悬一样 就是倒吊者的意思 那如果 我们没有一个人 有办法 接受这种 倒吊的 长期处在 这种倒吊的情况 那如果人 我们都知道 大云霄飞车 故障挂在空中 我们不能够 处在倒吊的情况 我们不能够 让自己处在 头下脚上的情况 那请问你 为什么我们 在很多日常 生活的里面 我们在很多 形式待人里面 我们为什么 可以让我们的 心念老是处在 头下脚上的状况呢 这样子大家 有听懂吗 意思就是 我们常常 不知不觉的 即使我们觉得 我们是立正站好 我们好像顶天立地 其实我们的心念上 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已经倒颠了 那个倒颠的 严重性就像 卡在空中的 云霄飞车 我们是 头下脚上的 那这个一定 撑不久的 所以 我们用这样的 用这样的画面 来形容 大家就理解说 为什么人心不正 人心倒颠 人心混乱的时候 阴阳会失去 我们的五脏六腑 的位置都会出了问题 我们很容易就 感染到外在的 邪分 外在的不好的东西 因为 全部都是 由内而生的 全部都是 起于内在的 全部都起于内在的 所以 这个病菌 这个疾病 都是 我们先了解 这个概念 就是来自于 人的 人心的颠倒 不正 问乱 好 这是娘娘一开始 马上教导大家的 因为有这一些问题 有这一些问题 所以 众生 不知道 老天爷的 用意 这个 毅力 这个 温神 他们其实是 奉命行事而已 奉命行事 看人心的变化 来决定 现在要 怎么样 来 用 这一些 灾结 瘟疫 来教导 大家 思考一下 到底人出了什么问题 会 瘟神 会有这么多的瘟疫 会有各种不同的 灾结 水火 灾结 地震 火山 爆发 风火 连天 这些都跟人的 累世的 因果 还有 心念 祈福 都有 关系 所以今天这一集 老天爷不是 不慈悲 老天爷是 天不言 地不语 他要用一些 天象的变化 来教导大家 知道到底 我们人 可能哪边 做错了 那如果我们知道 哪边做错了 我们怎么样 来调整 那我们作为 学修的我们 我们怎么样 先调整自己 然后我们 充分了解了 这个老天爷的 道理之后 我们如何去 告诉大家说 这个 这一些 灾结 毅力 是因为 人心的 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 大家 大家都是 生命 共同体 大家都是 在地球村里面 我们怎么样 让大家 可以慢慢的 有这个 觉醒 知道说 由人心起 就要由人心化 由人心起 就要由人心化 人 不要再一直 像坐在云霄 故障的云霄 飞车上 头下 脚上了 这样子是 没有办法 往下走的 好 所以这是 一开始 就讲说 末后的灾结 疾病重生 重点 在于 不是老天爷 不慈悲 撒下病菌 而是 众生 没有了解到 自己的人心 已经偏掉了 已经不正了 已经颠倒了 所以这些人心 人跟天地之间的感应 就会产生 五脏六腑 五脏六腑 会出了问题 身体会出问题 那这个是一开始 九天 宣母娘娘 非常慈悲的 告诉我们原理 接着她就说 人落 凡胎 人 人降落在人间当人 人降落在人间 为肉体 凡胎的时候 吃五骨杂粮 肉体凡胎 就被 五行所居 金木水火土 所居 就被 就受限于 天地间的 金木水火土 那金木水火土 配到人身上 就是心肝脾肺胜 那就是人意理智性 就是心肝脾肺胜 就是人意理智性 所以 九天宣母娘娘 很慈悲的 告诉我们 人只要 一落入 凡胎 就受到天地 金木水火土 五行的拘束 那我们的 心肝脾肺胜 都跟金木水火土 会产生 相连的 那 即使是圣人 也在我们 众生的 共业之中 好 这里很重点 就是说 即使是 圣贤之人 他也在我们的 共业 在这个 天地的 共业之中 所以 在这个天地的 共业之中 怎么样可以 可以解 解这一些 灾恶呢 关键就在于 要有 寸功寸德 要有 内在的 寸德 要有 内在的 德性 要慢慢的 从内在 培养出 德性来 才能够 解这一些 灾恶 现今 劫煞不断 人为之 吉凶 祸福 若无 积功累得 于前 天意 无法 耕动 因果 这里 非常 简洁 恶要的 告诉我们 说 为什么 现在有 这么多的 灾结 瘟疫 瘟煞 为什么 劫煞 都不断 现在的人 一出生下来 他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结煞呢 为什么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看不见的病毒 传染病 看不见的病毒跟瘟疫这么多呢 是 如果我们要怎么样化解它 就是必须要靠内在的寸功寸德 内在的德性的光芒 才能够解这一些灾恶 那 梁梁直接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累积 积功累得 我们没有先积功累得 我们没有先积功累得的时候 老天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更动我们累积以来的因果 这里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 人 无论你是哪里来的 无论你原来的 我们说 人的自信 清净光明 那无论你是从哪一个位置来的 你一降下来 一降生在人间 即使你是圣人 你还是受到金木水火土的拘束 我们有肉体 有肉体凡胎 我们就受限于这些金木水火土 我们的五脏六腑跟天地之间 是充分的搭配在一起的 那即使是圣人呢 他也不例外 他也一样 因为他吃五股杂粮 他在天地之间 他有肉体了 他也有他的累世的轮回 所以累世的轮回里面 他就有他的因因果果 那这些因因果果呢 在这个末节的时候 其实是快速逃报的 虽然我们不愿意这样说 但是这个观念很重要 如果大家不了解因果业力 跟有所谓的清算跟逃报的时候 就不容易理解说 为什么这个时代 这些奇奇怪怪的疾病这么多 也不能够了解 为什么瘟疫变种的这么的厉害 我们人间常说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那现在呢 是人间 人间有 人间有变 人间人心有变化 人心变恶的时候呢 老天爷就有变种的瘟疫 随时在等着我们 好再说一遍 我们人间说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好像很厉害 我们永远有办法找出方法 来对治这些不合理的政策 对不对 可是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说 那人间人心有变化 有变恶 有变坏的时候呢 老天爷永远有新的变种的病毒 来对治我们人间的这一些不正颠倒 不正颠倒跟败坏 当人心有这些不正颠倒败坏的时候 老天爷必然有他调教众生的手段 换句话说就是你想象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云霄飞车 卡在空中的云霄飞车 所以老天爷手上有一只指挥棒 我们就想象他是仙女棒 当众生倒颠的时候 他就会随时喊停 随时喊停就有可能让我们倒颠的人呢 他就挂在不上不下 就刚好挂在那个头下脚上的那个位置 这样讲大家有有画面感吗 有了解吗 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人心变坏 老天爷就有他的仙女棒 可以随时调教众生 随时在适当的时候让大家适度的时候 适当的时候让大家了解说 对我们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我们人心是不是已经偏离轨道太多了 所以当整体社会的大部分的人心 都是纯朴简单的时候 我们就是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当大部分的人心已经偏离轨道 偏离太远了 已经离经叛道 已经违逆三纲五常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出来 所以万法为心的意思就是在于 所有的都是自作孽 所有的都是众生自作孽 所有的这些灾结的产生 这些灾祸引来 这些灾祸是谁引来的 是人心的败坏 人心的动荡 人心的不安 是大部分是人心 有很多人的人心偏离轨道太远了 所以上天只好给予 大大小小的灾结瘟疫 来提醒大家说 人心歪了 人心歪了 好 怎么样可以不用担心这些瘟疫结磋呢 只要有大道在身 只要有大道在身 我们就不用去怕这些瘟疫跟结磋 为什么 人在天地之间 人的心肝脾肺肾 也搭配着天地的金木水火土 这些五脏六腑都跟天地的金木水火土 天地的生生阴阳变化 息息相关 所以这里面就是人道怎么样通天道的问题了 人道怎么通天道的问题了 所以九天玄母娘娘非常的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我们人的身中都有一颗灵丹 这个灵丹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我们人有一个自信璀璨的模拟宝珠 我们有一个自信璀璨的模拟宝珠 这个模拟宝珠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有的人会随时拿出来练一练 有的人从来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个模拟宝珠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有模拟宝珠 九天玄母娘娘教导我们 明知身中有灵丹 确实无烹炼 老天爷是公平的 每一个人都有 一颗光明璀璨的模拟宝珠 我有 你有 他也有 没有一个人例外的 可是有些人知道 有这个内在有这个灵丹 有这个模拟宝珠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学修的过程 就是不断的在切磋 琢磨 锻炼我们内在的这个模拟宝珠 他会越练越光亮 那不知道内在有灵丹 有宝珠的人呢 他等于浪费了这个 先天本聚的这个宝贝 他不知道原来内在有这个灵丹宝贝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无烹炼 可是多数人呢 糊涂 迷茫 或者是他没有因缘知道说 原来他内在有这一个光明璀璨的模拟宝珠 可以来琢磨修炼 换句话说就是 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最喜欢的就是夜明珠 如果你知道我们内在都有一颗属于我们自己的夜明珠的时候 你该要多么的珍惜跟宝贝啊 你该要多么的珍惜跟宝贝 原来我内在也有一颗夜明珠 可是这个夜明珠怎么样可以发出璀璨的光芒呢 他要靠你靠我们 他要靠我们不断的学修锻炼 琢磨 他才会显出他的光明出来 换句话说 我们的自信也需要不断的琢磨 琢磨再琢磨 修炼 修炼 再修炼 只有经过这个不断的琢磨琢磨再琢磨 跟修炼 修炼 再修炼的过程呢 我们才能够把内在的魔力宝珠 内在的灵丹锻炼出来 每个人都有 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 我们不知道说原来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琢磨 琢磨再琢磨 修炼 修炼 再修炼的时候呢 我们遇到疾病 遇到毅力在外面 我们没有办法从内在发出一个金刚照 从内在的魔力宝珠 发出一股抵御的光芒 我们就想象它很像一个金刚照 这个内在的灵丹 内在的灵丹 魔力宝珠如果炼好的时候 它就像一个金刚照一样 它可以抵御外来的疾病 那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 它就会怎样 它就会产生所谓的破口 那这个破口从哪里来呢 杨梁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亏了武藏 我们武藏没有做好 武藏是什么呢 仁义 礼 自信 如果我们武藏没有做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 形成这个金刚照的破口 我们说 我们以前看武侠小说都知道 练武功的人 我们以前看武侠小说都知道 很多练武功的人非常非常的高明 非常非常的厉害 但是很奇妙的是 这些练武功的人 再怎么高明 再怎么厉害 他一定有一个属于他的灶门 属于他的灶门 那你知道吗 当我们的魔力宝珠要形成金刚照 来抵御这些外来的疾病瘟疫的时候 他的灶门在哪里 杨梁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没有把仁义理智性做好 我们的灶门就露出来了 灶门露出来的意思就是 金刚照就有损 魔力宝珠就不亮 夜明珠就断不起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人亏了仁义理智性的时候 我们的灶门就出来了 那亏了仁义理智性灶门一露出来 就相当于我们没有正气在身 我们没有正气在身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受到 外来的这一些邪分啊邪偏啊 那人体是个小阴阳小宇宙 跟天地之间的阴阳 阴阳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九天玄母娘娘告诉我们 我们只要亏了五常 我们只要亏了五常 我们就等于我们露出我们的灶门 最脆弱的那个灶门 那这个灶门一露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露出灶门 我们没有正气 我们的金刚照就失效 所以天地是个大宇宙 人体是个小宇宙 大宇宙跟小宇宙之间的道理 都是一样的 人意理智性一定要能够定位定好 天上有东西南北中五方的温神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温神 不再继续在池子里面 撒下变种的温苗呢 要靠人间的人意理智性这五常 像五根柱子一样 能不能挺立的很好 当人间的人意理智性五常 五根柱子挺立的很好的时候呢 这是唯一能够让天上的东西南北中的五方温神 停止在池子里面 继续撒下各种不同的变种温苗的方法 九天玄母娘娘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间的这一些灾结疾病 是因为人意理智性天师的关系 所以天地是大宇宙 人生是小宇宙 人心专正地做好了 尽量把邪气秉除了 也就是说尽量多晒太阳的意思 尽量让人心的这一些黑暗面 尽量不要黑暗发霉了 我们知道东西放久了 它会发霉 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它会发霉 那我们的念头呢 如果都一直处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发霉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大道来照耀 所以大道 天地间的大道就像是日光 像是大太阳一样 我们要随时把我们放在阴暗潮湿的心链 拿出来曝晒 那当我们愿意把阴暗潮湿的地方不断地曝晒的时候 这一些邪力之气才能够除掉 那也就是我们曝晒在大道之下 大道就像大太阳 我们曝晒在大道之下 这个太阳的光照之下 我们让不正当的心链可以不断地去曝晒 让它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所以这是九天玄母娘娘教导我们的 然后娘娘就接着就说 末后之症非药食可医 正心修身方的自己 末后的这些疑难杂症呢 它不是只靠我们人间的科学文明的这些中药 西药就可以治疗的 它最关键的方式在于要正心修身 也就是说人就是小宇宙 人要顶天地地与天地之间 不像刚刚刚 倒挂的云霄飞车 故障倒挂的云霄飞车 头下脚上的情况 行走在人间 怎么样避免像刚刚讲的云霄飞车忽然故障 导致于头下脚上的这种困窘的状态呢 那就是要正心修身 正心修身才可以治疗这些 末后的这些疑难杂症这些奇奇怪怪我们人类想都想不到的疾病 所以九天玄武娘娘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越到了末后越要强生 越要强生 强生的意思就是不去Johnson 越要强生 Johnson的意思就是要每个人要养心寡欲 换句话说万病的来源在于人的玉海 玉海填不满 人的玉海填不满 勾祸永远填不满 那个欲望之海永远填不满 你永远怎么吃你永远觉得你很饥饿 那个欲望填不满的时候呢 欲祸填不满 你就永远觉得你很空虚 什么意思 很多人看不到他有的 他只想到他没有的 所以他永远 永远在看自己没有的 永远忘了去欣赏自己有的 所以梁梁告诉我们说 越是末后越要强生 那这个强生不是Johnson 不是Johnson是强生 这个Johnson要由养心寡欲做起 把欲望降到最低 把欲望降到最低 够用就好了 那透过修心练性 才能够培养浩然正气 透过修心练性 养心寡欲 如果没有寡欲 没有办法养心 因为人的欲望 像人很贪心 人的贪欲永远填不满 那这时候填不满的时候呢 无法培养浩然正气 所以这边的很关键的要诀 告诉大家 越是末后越要强生 强生就是由养心寡欲做起 养心寡欲就是我们不断的在修心练性 我们才能培养我们的浩然正气 当我们的浩然正气 佩然末之能欲 他就可以抵抗外来的这一些斜分 他就可以抵抗外来的这些斜分 也就是说我们正心修身 就是在练我们内在的灵丹 所以梁梁告诉我们 人各一片天 每一个人各有他各自要走的路 人头顶有一片天 那头顶的这一片天 你希望他是阳光普照呢 还是你希望他乌云 你希望他下冰雹 每个人头上的那一片天 头上那一片天的天气怎么样 每个人头上有一片天 头上那一片天的天气该当如何呢 由每一个人内在的浩然正气来决定 有的人要阳光普照 有的人要细雨绵绵 有的人要下冰雹 有的人要龙卷风 那每个人不一样取决于 他的内在心念的不同 他修心恋性到什么程度 他养心寡欲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个正气在无声 是充分的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有内股浩然正气 但是头上那片天要长成什么样子呢 你要什么样的天气 由每个人的心念来决定 所以收放练心性 火候无甲分 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 内在的心性 火候来决定头顶上这一片天 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晴空万里 乌云满天 都有个人来决定 那 玄母娘娘就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作息 调整好 跟天地的阴阳 作息是尽量的能够配合的 要靠近 亲近大道 要远离会让我们内在的 那个小奸小恶 会不断的挑动我们内在小奸小恶的那一些 那一些朋友 那一些环境 要尽量远离会挑动我们内在的小奸小恶的 那一些朋友 那一些环境 尽量靠近亲近的大道 那娘娘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 人本来就有这个万灵的丹药 那只要能够把握住 浩然正气 养心寡欲 那这个自然就可以 不需要靠着外在的这一些丹药 就能够痊愈 即使我们不小心遇到这一些疾病了 他也可以很轻很轻的状态之下 也许只是让我们感觉一下 他一样可以不要而遇 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在 人的内在的那个灵丹 内在的那个浩然正气 内在经过养心寡欲 经过正心修身之后 所锻炼的那个灵丹 这个浩然正气 可以让我们即使遇到外来的疾病的侵扰 他也可以不要而遇 那这一些疾病的侵扰呢 多数都是什么而来的 都是因因果果而来的 都是因因果果而来的 所以这边娘娘直接告诉我们 急凶早洗人难民 我们现在活着 我们随时会看到 哪边又吊一架飞机 哪边又火车出轨 哪边又大火 哪边又火车出轨 哪边吊一架飞机 哪边又火山爆发 哪边又大地震掩埋了多少人 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 就是急凶早洗人难民 我们真的不知道老天爷 我们真的不知道说 随时会有什么灾难 会发生在哪里 所以娘娘说劫萨延烧警示厅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战争 尤其是现在每个人戴着口罩出门 我们已经戴了两年多了 每个人戴着口罩出门 这些劫萨延烧的用意是什么 警示厅 要告诉我们世人们 告诉众生们 你们真的已经歪太久了 你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有愧于天地良心的事情 有愧于天地 有愧于内在良心的事情 所以娘娘说那怎么样改善呢 行善为主更修道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 你看我们的杀生的问题 我们有这么多的灾结 有这么多的战争 风火连天 风火连天 有这么多的战争 有这么多的不平安 娘娘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截杀延烧呢 它是要警告世人 要让世人知道说 原来人心已经歪到哪里去了 已经倒颠到哪里去了 已经混乱到哪里去 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的逆轮的案件 多少凶杀案 多少莫名其妙 我们无法理解的案子 在现在通通可以看得见 为什么 行善为主更修道 心要神妙称万灵 这边在讲的就是说 我们遇到这么多的灾结 当众生知道了之后 要怎么办呢 要怎么办可以去调整自己的吉凶呢 就是要行善 要行善 就是因为众生善业做的不够 所以这时候更要怎样 善业做的不够 这时候更要怎样 更要修道 更要修道 我们回到自身内在的灵民本性 我们知道心要如何的神妙 如何的变成我们的万灵丹 所以娘娘说 告诉众生现在已经是末节了 你们心里有害怕吗 云之末节 诸生心格未也 告诉你们现在已经在末节了 请问你们 你们大家会害怕吗 没有人怕过 好像怕的人也不多 天不怕地不怕 不怕神 不敬畏天 天不怕地不怕 不敬畏天 甚至喝风骂雨的人很多 喝风骂雨的人很多 大家已经忘了 要敬天地理神明了 那敬天地理神明的太少 所以我们众生的灾结 不断的在发生 所以娘娘说 告诉你们已经是末节了 你们有害怕吗 好像害怕的人也不多 敬畏的人也不多 所以娘娘说 我们都已经在蓬莱仙岛了 那听到别的地方 别的国家的灾难频传 还需要亲自 我们亲自看到 亲自听到才算数吗 这个是之前 娘娘发出来的 吹腑之言 那时候我们台湾 还不严重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们蓬莱仙岛 还不严重的时候 那时候蓬莱仙岛 还不严重的时候 娘娘就告诉我们说 现在别的国家的灾难 你们都看在眼里 你们都听到 你们都看到了 看到这么多的灾难频传 你们都 你们是要敬畏呢 要开始做好 准备要敬畏呢 还是说没有感觉 显然 显然 我们一般众生的习性 就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之前娘娘告诉我们 在别的国家 别的地方 给我们看到了 你们有没有敬畏天地 有没有及早做准备 及早行善 积德 休起来放 显然大家 不见棺材 不掉泪 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自己的亲人身上 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 那请问 当我们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更了解呢 有没有更敬畏呢 有没有更敬畏 有没有在发生之后 开始来思考说 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哪里需要调整呢 所以这是现代这个时代的问题 九天学母娘娘早就告诉我们 别的发生在别的地方 你们不害怕 难道要真的等到发生在我们身边 你们才知道说 杰撒瘟疫的可怕吗 当发生在我们身边 无常直接来临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真的是来不及了 所以 浩劫在而左右 行功不及大难在后 可有真功可敌 娘娘讲得非常的清楚 当浩劫已经直接发生在你身边了 就在你左右了 如果我们的功德不足 大难在后 我们每一个人 除了要敬畏天地 敬畏温神 敬畏天地以外 敬畏天地 敬畏温神以外 我们也要思考说 如果我们有肉体的时候 我们行功 我们来不及行功了愿 当大难在后面 随时在后面会过来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真功的 可以来抵消这一些 几万年来的因果业力 我们有没有办法 显然是存疑的 这个问题要让每个人 好好的思考 好好的思考 最后呢 有很多朋友在问后学说 为什么叫做 玄珍静学姐 为什么叫玄珍静学姐 那玄珍静学姐是来自于 韩玉的静学姐 韩玉的静学姐里面有一句 这个是韩玉先生在写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说到以前的太学的 那个国子先生 就是教这些太学生的 先生们的老师们 国子先生们 他早上一到太学的时候 他就会问这些太学的学生 问他们说 一早就问这些太学生们 学业啊 道业啊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精进 学业道业的 马上勉励他们说 我们学业 放在我们这里就是道业 我们学业道业 怎么样精进啊 在于非常的勤奋不修 非常的勤奋不修的精进于 学业道业的时候 他就可以不断的进步 那荒废于什么 荒废于大家 如果贪图玩乐的时候呢 我们的道业就会荒废 讲的是说 学业道业的精进呢 在于什么 在于勤奋不修 勤奋不修的精进 才能够确保 学业道业的进步 那如果说 贪图玩乐 嬉戏 我们的学业道业 就会荒废 就会荒废 那品性呢 形成于私 毁于水 我们的品性 我们的德性 我们的品性 德性的确立 我们要能够很确立 我们的品性 德性有进步 在于我们能不能很谨慎的思考 很谨慎的去深思 那毁于谁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是 我们都没有自己谨慎的思考 谨慎的清楚明了的思考 我们的德性要怎么样 寸功寸德的累积的时候呢 我们 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 没有谨慎的思考 我们是 因寻 因寻苟且的 随着 外面的世俗怎么做 随着别人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流于败坏 我们的德性就无法 无法养成我们的德性 我们就会败坏 所以关键在于 学业道业的学习要精进 精勤不息 精勤不息 而不是贪图玩乐 学业道业的精进 在于我们能不能精勤 勤奋 精勤不止息的 苟日心日心又日心的学习 那如果我们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我们贪图与玩乐的时候呢 我们的道业就很容易的 被荒废掉了 那我们的德性的确立形成呢 在于我们能不能很谨慎的深思 也就是博学审问 圣思 明辩 笃行里面的圣思 跟明辩 我们能不能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们走在一条康庄的大道上面 这条康庄的大道呢 方向是对的 而不是从众的 而不是跟着流行走的 而不是跟着一般世俗的脚步走的 如果我们是很谨慎的深思跟明辩之后 再去踏出我们独履实践的那一步的时候 我们的德性的累积就会非常的稳扎稳打 而且每一步都不会流失掉 那如果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我们是跟着众人走 我们是心理学上所说的 从众行为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容易落入随俗跟盲从 那这时候它一定是不会成的 所以为什么用韩裕的静学姐 这两句话来解释 为什么我们这个单元叫做 玄珍静学姐 好 又什么用静学姐 那这个玄珍静学姐 主要是基于前面 玄珍跟大家分享的 九天玄母娘娘的智慧语录 所发展出来的眉批跟住脚 那所发展出来的这一些眉批跟住脚呢 精简二要的用三行字来 来做最后的一个画龙点睛的勾勒 所以今天的主题 总而言之说来是 激功累得寸得解恶 水滴石穿消因果 身体力行正气再生 善光道气 辖万千 吉凶祸福 受邀穷通 恋心养性 勿道妙 那说的就是说 面对末后灾结的这一些问题呢 面对我们累劫以来的 因果业力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脚踏实地 战战兢兢的自己 激功累得 不断的在滴水穿石的过程里面 精进勤修 锻炼自己来激功累得 用这些寸功寸得呢 才能够慢慢的解这一些几万年来的灾恶 就像滴水穿石一样 那个水 水能不能把石头打穿 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我们问小水滴能不能 能不能把石头打穿 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说不可能 可是我们想想看 如果那个水滴是不断的 咚咚咚咚 制液都没有停的 咚咚咚咚咚 咚在石头上 它会慢慢的先打穿一个小洞 然后慢慢的把石头穿过去 这个就是我们寸功寸得 激功累得 不断的 每天不断的做 就是滴水穿石的概念 就是莫因散小而不为 莫因恶小而为之 小扇不断的累积 它就会变成中扇大扇 它就会滴水穿石 它就会帮助我们 解消这个几万年来的因果 那如果我们都不做呢 就永远在原地踏步 甚至等到业力讨报的时候 清算的时候呢 我们福报用完了 寿命也尽了 那个时候叫天天不应 那时候叫天天不应 叫滴滴不灵 所以激功累得 寸得解恶 水滴石穿消因果 接着身体力行 正气在身 散光道气下万千 每一步路 每一步路 我们说环岛旅行 我们说登山 从山脚下到山顶 都要靠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上去 讲来讲去 就是一个实践的功夫 实践的功夫 我们说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路要一步一步的走 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靠着别人 来帮我们消除我们的因果的 所以这边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 在学修悟道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身体力行 培养浩然正气 也要身体力行 正心修身 也要身体力行 只有这些点点滴滴的身体力行 才能够长养我们的浩然正气 才能让我们有散光跟道气在身上 那这个散光跟道气是可以冲天的 是可以让我们金光强强棍的 这一些散光道气可以让我们有一股浩然正气在身上 它会变成我们很自然的一个金刚照 这个金刚照就是由散光道气浩然正气所形成的 它可以帮我们抵御这一些 它可以帮我们抵御这一些万血 发出万道霞光 听起来很像武侠小说 其实是真的 只要身体力行 这一些浩然正气 这一些散光道气 可以像金刚照一样 金光强强棍 随气沉条金光强强棍 帮我们抵御外邪 接着急凶破斧 受邀穷通 练心养性物道妙 我们的急凶破斧 受邀穷通 其实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我们要长寿 我们要短命 我们要困穷 还是我们要通达 这个其实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由自己来决定的 这个也是老天也是给我们最公平的起点 只要我们的方向正确 我们的定位正确 我们能够 精进不屑 我们能够日心又心 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今生的急凶破斧 跟受邀穷通 我们就能够改变今生的命运 那怎么样 关键在于什么 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不断的练心养性 我们不断的练心养性 即使在各种困穷困穷的环境里面 困穷的状态里面 我们都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这一颗心 我们可以不断的告诉自己说 我要练心养性 我要练心养性 因为万法为心 我们要练心养性 在这个练心养性的过程里面 我们让心念 处在一种 定跟静 不动到人心的一个状态 定跟静 不动到人心 无动于衷的状态 换句话说就是 如如不动 无动于衷的状态 那我们让内在处在这种 无动于衷的状态 不容易受到外境太多的干扰 我们才有办法告诉自己说 我们可以练心养性 我们可以长养浩然正气 我们可以养心寡欲 我们可以长养浩然正气 我们可以让人顶天立地 于天地之间 我们让自己避免处在那种 云霄飞车故障 然后头下脚上的一个状态 这是我们今天九天宣母 下凡尘的主题 正气浩然烹心药 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